好 再來就是重頭戲啦 重頭戲就是開始攻擊這些地鼠 那攻擊這些地鼠的時候要有什麼要素呢 就是說你要有這個cross就是碰撞的測定 因為如果說你做滑鼠點擊它這個靈敏度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cross去做一個碰撞的判定 那這個cross它就會跟著你的滑鼠做一個移動 然後這個鐵錘它是追著這個cross去做一個跑 對 它就是一個裝飾品 OK 那我們來設定這個cross的部分 那這個cross我們去做always always就是比每秒鐘還要更微秒 就是它可能是千分之一秒在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它持續的更新 持續的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你滑鼠的位置 好 那我們就是cross的部分 cross它的position 就是它的位置 我們要指定它的位置 我們就設定它的x跟y嘛 我們設定它的x 它的x是等於多少呢 這個cross的x等於你的滑鼠 目前的x 目前的x mouse 有了x當然也要有y 有了x當然也要有y 所以我們設定這個cross的y 好 那y就是一樣我們取得滑鼠的y 好 OK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測試 這cross就會跟著你的滑鼠跑 好 那這個cross的部分我們要做一個動畫 點進去之後我們去做new 那這邊animation的部分我們改成fire 好 fire的部分我們就是把原本的這個stop的動畫把它paste過來 然後我們去增加它的動畫 我們clone一下 好 這邊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打擊的效果 好 那這是一個打擊的火光 然後這邊打擊火光因為要有一點動畫 所以我們clone多一點 然後讓它角度改變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打擊效果 那我們要驅動打擊效果就是滑鼠要點一下 然後讓那個cross播放那個打擊的動畫 所以我們mouse的部分我們做一個clicks的動作 User clicks就是它點擊而已 它單純的點擊 當那個滑鼠單純的點擊的時候 我們要做這個cross就是這個準心的部分 我們就要做一個動畫的改變 animation我們把它change change它的sequence 對 好 我們選fire 好 OK 這時候我點的時候它就會有fire的動畫 好 好 那 重頭戲就是說 打到敵人嘛 那我們新的狀況就是說這個cross 好 overlapping就是覆蓋在某個東西身上嘛 那就是enemy身上 然後enemy它就會死掉嘛 就是對下來 enemy這個地鼠它就會做一個destroy的動作 好 但是這樣子條件不夠 因為它滑過去它就死掉了啊 我們還有一個開火的動作嘛 所以我們再insert一條指令 就是說這個cross它必須要開火的動畫 animation 好 哪一個動畫正在playing 好 那我們點進去之後我們選fire 就是開火的動畫持續播放嘛 我們測試看看 對 那它就會不見 好 好 那這時候呢 不見的時候 效果不夠嘛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這個 這隻是這個地鼠死掉的時候 它會掉下來的動畫 的動態 那我們 就是點進去 這邊其實就是很單純嘛 我們去做一個更多的動畫 比方說rotation讓它旋轉 好 那我們就得到了旋轉的動畫 OK 那這個 它死亡的時候 我們 它這個 moment的部分 我們把它設定pinball pinball movement 然後我們 方向性把它改成 朝上 隨機朝上 然後重力 重力跟那個 速度 調一下 對 它就會有一個掉下來的效果 好 好 那這掉下來的效果 嗯 它會吃你的記憶體喔 所以我們必須要設定它的 行為指令 行為指令 行為指令就是說 它字體移除的效果 它字體移除我們到行為裡面 我們讓它每秒鐘 每百分之四三秒 讓這個地鼠數數字喔 好 我們做一個 數一 那當這個地鼠數到十它就會自爆 所以我們 新的狀況就是地鼠它比較數值 它 它的數字等於十的時候就自爆嘛 好 比較數值是 就是 EQUAL 等於 OK 那這時候它就做一個DESTROY 那它就不會吃記憶體 因為它飛 飛出去數到十的時候它就不見了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讓它做一個 CREATE的動作 就是 一樣我們在第四行嘛 就是它打擊的效果 然後這個 ENEMY它就會DESTROY 除了摧毀之外 我們就是再建立一個 OBJECT CREATE OBJECT CREATE誰呢 就是死亡 的這個動畫 然後它會指定位置 位置在誰身上 我們就 就是這個嘛 地鼠 OK 那我們做一個測試喔 有沒有它就會掉 掉下來 有沒有 好 那最後 最後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鐵錘嘛 那個鐵錘它只是一個動畫 它只是一個追蹤動畫 所以我們去做一個 ALWAYS 一樣 ALWAYS 然後它的 它的位置 我們就是 設定 Select Position 鎖在 這個 準星上面就可以了 有沒有 好 那這鐵錘當然也要有打擊的效果 那我們鐵錘裡面 我們 設定了Hit 就是新增一個動畫 然後命名為Hit的動作 好 那我們 我們 點下去的時候 User Click Mouse的部分 去驅動 這個鐵錘的動畫 我們去驅動它 我們Animation 我們就讓它Change Change成Hit OK 那這樣子 我們再做測試 有沒有 它鐵錘也就會有動畫 OK 那 現在是都從左邊產生嘛 那 我們一樣就是說 這邊嘛 改成右邊 右邊也會做一個產生的動作 所以我們Copy 然後做一個Paste Pick or Count把它改成左 這樣子 所以它兩邊都會產生 那個生成點的部分 我們去做多一點 好 這樣子 然後再去Run 好 這邊程式的部分 必須要重新製作 我們重新砍掉 我們再做一個 Pick or Count的部分 好 我們選擇 Go Left At Random 然後去做Creator Object的動作 Creator Enemy 在向左的這個箭頭身上 好 然後做一個每秒鐘 Insert OK 來測試一下 好 所以右邊也會增長 左邊也會增長 那你就可以開始打地鼠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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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